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耶稣的这一句话 简单却强而有力的 道出了人类生命 共同体的互助的关系 同时也指出 中途们的使命与责任 耶稣派遣他们 但同时也与他们 一起来完成这样的使命 四部福音基本上 都记载了 耶稣真比奇异的事情 我们会看到最开始 门徒们面对这么多的群众 耶稣不断地跟他们讲述天主的国 只是天快黑了 门徒们心中算计着 怎么样用最经济的方式 来去结束 这庞大的需求 于是这十二个中途 跑去请求耶稣基督 遣散群众 让他们各自回家 各自处理自己的需求 各自照顾自己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态度 产生了分化 兄弟的情仪因此有了破裂 也因为这样的分化 世界受伤了 因此急需要 尽快地找到一条 修复兄弟情仪的路 而耶稣说 你们给他们吃的吧 正指出了这一条修复的路 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上 经常会有不同的利益冲突 圣经也记录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可是很庆幸的是 天主永远站在受害者的这一边 也因为这样子 耶稣说 你们给他们吃的吧 正明确地说出来 我们所有的分裂 会因为我们爱的行动 把自己给出来的这样的行动 让所有的分裂 所有的分离 所有的分化 可以得到再一次的凝聚的可能 那其实我们给出来的 不单单只是东西 我们给出来的始终是自己 所谓的给出来 每一次给出来的行动 都代表着我们把自己给出来 奉献自己 意味着我们把自己 交付在圣神的爱内 让祂的爱扎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借着祂 帮助我们开阔我们的心 去接纳可能的创造 所以在菲利伯人书里面 也这样子说着 你们不可以只顾自己的事 你们要顾及所有人的事 你们该怀有耶稣基督所怀有的心怀 因此我们要说 重建修帝 有爱情 唯一的方法 就是将我们给出来 而且给到底 耶稣邀请门徒对他们说 你们给他们吃的吧 门徒们回答说 我们不过只有五个饼 两条鱼 当门徒们盘点了自己的资源 发现只有这么一丁点 我们怎么可以去喂养 这么多的群众 但是耶稣却温柔地接过了 这五个饼 两条鱼 然后这样的一个态度 仿佛在鼓舞我们的弟兄姐妹们 你们不要担忧 你们不要量化你们的爱心 你们尽管用慷慨的爱给出来 其余的就让天主来满全他 那中途们交出了他们的五饼二鱼之后 我们发现耶稣以他的大能 使所有的群众疯疯足足 而且收获了十二筐篮的碎块 圣经里面我们看不到 目睹这一切过程的中途们 他们有什么样的体会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清楚知道的 就是那无所不有的天主 向人类借取了五饼二鱼 一直到后来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以自己的体血 成为我们的营养 成为我们的滋养 来滋养我们的生命时 门徒们知道 我有效法耶稣爱 直到被爱伤害的 这样的生命样貌 我们才可以修复 那被破坏的兄弟情谊 因此我们也可以发现到 我们人类的社会里面 经常有一群人 默默地把自己献出来 为大众更大的利益 而做这样的一个奉献 所以我们会看到 在葛丁多人后书 有这样的记载说 天主能丰厚地赐予我们各种恩惠 使我们在一切事上 常十分充足 而且可以行各种善事 也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感知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由上而来 都是领受的 那么我们将会学习 耶稣基督的谦卑 而这一份谦卑意味着 我们意识到 我们认识到 我们人类基本的 泥土的本质 都是我们从泥土而来的 也将会归于土 因此在葛丁多人前书 也这样说 你有什么东西不是领受的 既然是领受的 你为什么如此骄傲 因此我们会在 这样的一个脉络里面 我们会体会到 耶稣基督很深刻的 很温柔的邀请我们 摘除我们的成就感的头衔 邀请我们能够走出 我们的繁离 走出我们的限制 他请我们把所有 放在人类前面的 不公平拆除 唯有如此 我们才有可能 真正的更深的 更真实的体会到 我们是万物的兄弟姐妹 我们也才能够真正的 去尊重每一个 受造物的形式 那普遍性的兄弟友谊 是不是可以存在 不用质疑 是的 他是可以存在的 但他必须与基督这一位 宽恕的受害者联系在一起 初期的基督徒信仰 证明了基督信仰 有能力重塑 社会的和文化 而这一切都要透过 那一位把我们聚集在 同一个餐桌的耶稣基督 在他的福音 与圣体圣血中 成为滋养我们的力量 也正是因为感恩祭的举行 我们成为我们弟兄姐妹 有爱情仪的工匠 成为了受造物 共同家园的守护者 每一次举行弥撒圣祭的时候 耶稣的话语都强而有力的 再一次的回响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每一次纪念 都是一份更新 耶稣基督邀请他的门徒 他的团体 也就是普世教会 要效法他的生命动力 就是要拿起 要剥开 并且交付给大众 成为大众的滋养 因此我们可以说 教会从感恩祭中 汲取了生命 而感恩祭 也治愈了世界 从爱的纪念 走向爱的使命 我们才真正有能力 为我们所破坏的关系 找回一条修复的路程 而耶稣基督说 你们给他们吃的吧 就在为我们指出这一条修和的路 当我们凝视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会看见那最伟大的爱 我们也会看见最残暴的藐视 但信仰会帮助我们拉回爱的视角 仇恨将不再有发言的权利 我们会看到耶稣用这样的方式 把他自己奉献出来 也邀请他所有的团体 也就是不是教会 我们也走上这一条路 把自己奉献出来 也唯有这样的一条路 爱到底给到底 我们才会看见 所有的修复的希望 我们会看见罗马士兵 用长矛 以暴力的方式 在耶稣的身上 落下了罪恶的记号 但耶稣基督 却让他成为生命与救恩的出口 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我们的只有 我们也不要害怕把自己摆上 当我们愿意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把自己摆上的时候 天主自然会用他的方式 让他圆满无缺 所以福音当中 我们会看见路加福音 不单单只是记载了 食粮充裕众人都得保育的奇迹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围绕的主 而凝聚的一个团体 他们接受了爱的使命 成为今日世界当中 为生命和兄弟情仪 而剥开的丙的子民 因此我们要牢记这样的一个事实 当我们领受了献出的圣体之后 所有的基督徒都成为为众人 而献上的身体 在脆弱和痛苦 分享和医治的地方 为福音服务 如果我们这样子做 我们这样生活 我们这样行动 我们这样爱 那么我们的生命 将成为一场持续的感恩圣祭 愿天主祝福大家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热我